说起张博之,相信大家都不陌生 他在演艺方面的成就大家有目共睹 不仅与周星驰等很多大导演都合作过 还塑造了柳飘飘、柳叶红等多个经典角色 虽然他不是科班出身的 没有接受过正规的训练 但他的表现从未让人失望过 每次都可圈可点 虽然有青涩 但有那么一点点成熟性感 有单纯的少女心思 更有特别浓烈的情感 当时的张博之可没有多少的演戏经验 能演到这样也确实让人十分惊讶 所以张博之一出道就火了 登上了他演艺事业的高峰 而之后张博之还出过许多歌曲 也都获得了不错的成绩 当年的张博之曾经和许多大牌的明星合作过 比如说任贤奇、郭富城等等 那时的他看起来十分清新脱俗 就像一张白纸一样 看起来十分干净 满脸的青色 微微的婴儿肥 还有白嫩的皮肤 简直就是纯天然的美女呀 圈内的人也把他称为小林吉祥 如果说年轻时的张博之 有什么是一直让网友诟病的 那大概就是他很喜欢谈恋爱 当红时被扒出和陈小冬的恋情 作为清纯玉女 却偷偷谈起了恋爱 当时引起了不少的争议 最后 陈小冬单方面宣布和张博之分手 张博之又和谢霆锋谈起了恋爱 连黎明也说张博之生性爱玩 感情几乎没有空窗期 和谢霆锋结婚后的张博之 是他人生中最幸福的一段时间 张博之收起了爱玩的心 专心做一位好妻子 为谢霆锋生下了两个儿子 在谢霆锋拿下影帝时 见证他最辉煌的一瞬间 本以为两人会一辈子 幸福地生活下去 可最后两人还是离婚了 直到2022年 张博之与谢霆锋已经离婚十年了 十年过去 还是有无数人追问 他们离婚的原因 难道真的是因为那些照片吗 其实并不是 对于这点 陈冠希在采访中坦言 自认为自己不是造成 他们这段婚姻破裂的原因 而且谢霆锋在艳照事件爆发后 他也是毅然决然的选择 站在张博之的面前 为他抵挡流言蜚语 大家都知道 谢霆锋最开始是跟王妃在一起的 后来与王妃分手后 才和张博之结婚 之后和张博之离婚后 又与王妃复合 那么当年的张博之 究竟有什么魅力 能让谢霆锋在离开王妃后 果断选择预计结婚呢 当大家看到这段张博之 14年的跳舞视频的时候 或许就能略亏一二了 那时的张博之 身穿一袭白色抹胸腕力服 凹凸有之的身材 再加上性感妖娆的舞姿 简直就是仙女相反 年轻时的张博之 给人的感觉就如同水与火一样 她有着清纯的脸蛋 总给人一种带有青丝的青春感 但是敢爱敢恨的性格 又让她有了一种冷静的叛逆 试问谁能顶得住啊 难怪谢霆锋在与王妃分手之后 很快就陷入了张博之的美貌中 现在的张博之已经40多岁了 但她依然神采依旧 颜值看不出任何的变化 不过经过了岁月的魔力 她已经没有了以前的叛逆感 而且现在的她更有母星的光辉了 看起来更加的阳光和温和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